大概乘以0.3,大概150塊好了 150塊你可以乘戶大阪無限製作 哪一站下車都通通可以 然後還有很多套票 後來發現,他對外國人真的是非常好 一定要拿護照,然後我就去也是買了 然後我就拼命玩拼命玩 不過我說真的,我玩不了那麼多 你又要開床 沒有,不要算 一個人很悠哉啦 我甚至,因為我帶老婆去 有時候覺得,如果自己去我真的可以買 每一站每一站下車 每一站每一站去給他跑 那每一站每一站我就給他照相 每一站每一站我就給他寫個部落格文 然後錄個影,放上YouTube上 我應該覺得,這應該 流量應該也不小啦 不過這次想想 可能會去做啦 而且甚至有人這樣做 光這個廣告金回饋就不得了了 其實我上課不是也放上去 我真的有這樣的想法 應該可以機票啊 祝福應該都可以值得啦 不過我覺得也是可以怎麼講 除了自己覺得還不錯之外 人家看也覺得很讚 對不對 網路上其實真的也沒有人這樣做啦 我有看到別人的 但是每個都是 那種清廷點嘴似的 然後告訴你說這個地方好玩 到底哪裡好玩 就是好玩 所以台灣人就是台灣人會去的地方都是大家說好玩的地方 有什麼一蘭拉麵 為什麼台灣人都去排隊 我也去排隊了 發現前後怎麼都都講 要不然就是陸客啦 講你聽得懂的話 好 反而有一些他們當地local的那個 還沒有人都是日本的 我反而比較喜歡去local 好他們的那個那個地方 好 所以當然你這個地方可以好 就是利用同樣的道理 好可以把這個地方做出來 好那 那今天最後呢 我們還有一題還沒講 所以 等一下請各位 幫我看一下 就是這相關的 今天也是一樣 看一下那個最後一個 這個叫做地址合併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幾個重點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資料裡面 它的那個 這個東西 你會發現 一個地址 可是呢 它是把它切開來 切成好幾個欄位 但是問題你不可能說 你要把這個 寄出去給人家的時候 那當然你這個地方什麼 四圍五十三 三八七 一十一 郵才一定看不懂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 把它合併成為一個完整的地址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做呢 那其實資料庫 它有這個大部分都是放在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資料庫雖然 資料庫規劃師規劃得很好 它為了要節省空間 所以它會這樣做 但是問題來了 這個資料很難用 為什麼你給人家 人家還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先把它合併成一個完整的地址 然後呢 可以再用Word裡面的合併列印 可以比如說信封上面 可以直接就印出去了 這樣很方便嘛 對 以後的話 你要管理資料 管理地址的資料 就會非常方便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這個是一個需求 那最後合併出來 那方法的話 有這些有沒有你可以用合併的 那當然這個地方我是用那個if去判斷 if什麼呢 裡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就不要斷了 比如說幾段 那沒有那就不用幾段了 這個有54項 如果沒有項的話呢 那就是不要 所以這邊有項 有NO 有號 那這個 不過其實判斷的地方的話 號一定不用判斷 因為號一定會有 不可能沒有號啦 如果沒有號的話 U才也記不到了 所以號應該不用判斷 那方法的話 不外乎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函數來做 要不就是用什麼 用VBA來做 有沒有辦法一鍵完成 按下去自動全部完成 那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一個function 制定一個函數 等等的這些 再來的話 可能後面還會牽涉到有關資料庫的部分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資料 有沒有辦法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這邊我都有稍微講到 完整檔 這個 這邊有個程式嘛 那請各位先把那個 就是這個範例檔先打開來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部分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有關資料庫可以做查詢啦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能夠查某一個會員 他可能是住在 比如說什麼信義區 假設是信義路上面的話 那你要怎麼去查詢 以前的話你可能用 用什麼 用Ctrl F 就File嘛 去尋找 可是尋找 或者用篩選 但是用什麼方式可以 找到自動幫你存起來 存在哪裡 存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OK 那這邊的話我想各位 先試著把這一題先打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